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众请合掌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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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请翻开 摩合子观复行传红诀 我们先解释一下 有一位学员 他对于前两次的课程 有一些提出的一些疑问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 请翻开到第五十九页 五十九页 他第一个问题是五十九页的第二行 中间有个三种形象 这三种形象就是 我们这个摩合子观 这个子观的 原教子观的三种形象 剑刺 不定 圆顿 就是指这个剑刺 子观 不定 子观 圆顿 子观 这三种形象 那么他之前的三种形象 这个名词都是指这个 然后再来第五十八页 前面那一页 前面那一页的倒数第二行 那个科判 科判九 有没有看到 九次 九次有个料简前文二 这个二 那么这个学员的问题是说 这个二是指什么 这二没有指什么 是指底下要讲两件事 它是科判分下来的 所以他这个 比如说九 大家要习惯看这个科判 这个九 他这上面 一二三十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那么九是指九这个层次 九的上面就是十分下来的 大家了解吗 那 那个 不是 那个八分下来的 九的上面就是八分下来的 那么九再往下分就是十 大家了解吗 所以 所以呢这里讲到的九 这个九呢就指上面的 有一个八 第五十七月是不是有个八 那个第五十七月 我现在教你们看科判 那个五十七月的第五行吧 第六行有个八 八次一个圈圈 画一个八对不对 那么这个八次是四不定三对不对 这个就是下面有三个 那么 这三个都是用九 都是用九 九就有三个了 那九呢是初正式三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 次 九初 下面就是九次 九次就是我们刚刚 五十八月的倒数第二行的 九次 廖检前文二 那么这个 这个 九次的这个廖检前文二 往下又分两个科判 那么这两个科判呢就是 第一个是十初 它下面两个都是用十 那十初 然后再来十次 对不对 下面一定是十次嘛 现在会不会看 那十次在哪里呢 这样要翻过来后面 在六十页的第四行 十次 重问答二 重问答二 但是这个重问答二 又往下又分了 又分两个 答二嘛 二就是再往下再分两个 现在懂这个科判吗 刚刚这往下分的这两个呢 就是用十一来讲的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分下来 一层一层分下来 这个科判 其实我不太习惯用科判 但是有些人呢 他会很习惯用科判 那我 其实我不是不习惯 我是 有时候 有时候有些文 如果没那么复杂 我就不太用科判 就这样讲下来 如果很复杂的东西的话 科判它是可以 让我们 整体有个概要 稍微厘清主 现在在讲到哪里 那也是需要的 那这个是 我们现在讲到的 这个科判怎么看 那再来呢 这个第三个问题 五十九页 五十九页 这个倒数第二行 如果每本位离开为四 并三二各三 即以禅定慈悲各一 故乘十二 那么上次我们提到的 这个十二 大家都会算 就是说 剑刺中有六个 三二各三 就是三三道三二道 合起来就六个了 那再加禅定慈悲 就七个八个了 再加上 那个藏教跟通教的 身为圆绝 总共四个 那就加起来就变十四个 要不十二个 加起来就十二个 那么这 所以这第二行 倒数第二行 若没本位 这个本位就是指 无肉位 就指无肉 就是藏教跟通教 他们的无肉 这个位 这个位置 藏教有两个无肉 就是身为圆绝 通教有两个无肉 身为圆绝 两个身为圆绝 两种无肉 藏教两种无肉 跟通教两种无肉 合起来就四种无肉 那么这个本位就是指这个 指这个无肉 那么在最下面 刚刚倒数第二行的最下面 若准无肉 离为是别 慈悲义 应有三不同 文无者略 有些人看这个 会看奇怪 他在讲什么 其实这一段在讲 善男大师 他自己本身的看法 他自己本身觉得说 是不是也应该这样 所以他是提出说 假设 若准无肉 假设我用无肉 假设我们 因为他是在提说 摩尔子官的原文 这个智德大师 他把无肉分为四个 离为四别 假设我们准许 这个准 在古代 这个准跟另外准许的准 是相通的 这两个字是相通的 假设我们准许 无肉分为四个 就是通教跟别 通教跟藏教都各有两个 合起来四个 如果准无肉 离为四别 就是分开 分开算 总共有四个的话 假设我们是这样算的话 就是我们之间都这么算 那质尔大师也是这样算的 如果我们这样算的话 那是不是慈悲也应该要有三不同呢 现在懂意思了吗 那慈悲三不同是哪三不同 这个就没有讲了 因为他这里就没提 但是慈悲就是指这个菩萨道 菩萨道呢 他会有 菩萨道要分多少不同 就很 不容易分 因为太庞大的 那你可以四不同 五不同都有办法分 那他是讲的这三不同 是怎么分法 我们也不清楚 那只是说 赞尔大师呢 他觉得说 那那个 如果以无肉来看的话 他有四种差别 那么慈悲菩萨道上 是不是也应该 也分成三不同呢 三个差别呢 那假设我来分的话 慈悲用三不同 那也很容易分 那个 像别教 元教菩萨 那 别教 元教 跟 别教元教的 地前菩萨 就是还没有 在到地上的 那 你正法生大师之后 别教是 但中 元教是 集中 元中 那 在之前呢 之前的 那个菩萨位 就是还没正 还没有正到 地前 就是还没有正到 法生大师之前 他还在 断 那个 成杀祸 这也是菩萨 就是还没有 还在准备 还在慢慢断 这个 这个界外成杀祸的 这些菩萨 跟 也断 界内界外菩萨 或这些菩萨 也算了 如果你要把这些都算进去 我们或许可以分成 这三个不同 那个 成杀祸还没断的 算进去 然后断了成杀祸的 法生大师分成两个 一个别教 一个元教 那也可以这么分 或是说 四不同 五不同 也可以分 像 那个观 那个我们六极佛里面 那个分正极佛 然后 那个 观行极佛 等等 你这样往 往后分 这些都是菩萨位的 那么这些也都可以分 所以 赞祸大师他没有特别提 那我们也就 这个也不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懂了 整个菩萨的 那个阶位是怎么样 阶位 它怎么分都没有关系 都是看个人怎么分 那 这是我要解释的 要 然后再来呢 第六十页 六十页 三方差别 第六十页的 这个三方差别是在 中间 大致 此章同大圣 这个 原文的小字 从问者 相虽明见 不定不同 父从根问 三方差别 那么 就是重新再问 又再问一次 相虽明见 不定不同 这个相是指 之前 之前 相就是之前 前面讲的 前面讲的呢 虽然 已经把见跟不定 的不同 已经虽然 把它又再 表达清楚了 已经表达清楚了 现在 父跟 父从根问 三番差别 又再问一次 三番差别 那么这个 三番差别呢 如果从前后文 来看 很像是那种 这个 剑刺不定 跟原顿 这三个 这三种差别 再重新分清楚一点 好 这看起来是 很像这样的 但是因为在 与词的用法 一下子 熊熊 突然用三番差别 好像 有点 对不上 因为 三番就是 三种差别 这番的意思 有几种几种 就三种差别 所以这个也是 可以打个问号 我们可以暂时用 这个 见识不定 来看待 这三番差别 就是我们再重新 再把 见识不定 跟原顿 这三种差别 再仔细 再给它 再分别 简别一下 这个是指 这一段的意思 好 我们现在 继续往 看到我们上面 大概到67页 我们下问题 我已经 尽我的能力 解释了 这个古文 为什么很多人 他不愿意细讲 就是很多是属于 模糊状况 但是我也尽量 我尽我的能力 跟大家 一一解释下来 那 如果有 你们有觉得说 有什么 是不是怎么样 你可以跟我讲 我也可以研究一下 研究古文 也是蛮有意思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第67页 中间 上次我们看到 这个菩萨道 现在开始正式来讲 原顿 此官 原顿的菩萨 此菩萨 闻原法 起原性 立原形 助原位 以原功德 而至中原 以原利用 建立众生 那么这里呢 是说 这个原教的菩萨 这是指 特别讲原教菩萨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像某子官都是讲原教 其他都是简别而已 简别就是跟别教来讨论 互相的看看它的分别在哪里 所以整部某子官都是在专门为 这个原教的菩萨来谈的 那么这个菩萨呢 要修呢 是次第呢 整个次第 先闻原法 先听闻 再来呢 听闻以后就起原性 起这个对原教修行的信心 再来呢 就是立原形 在行持上就原 行持下去行持 然后最后 能够助原位 正道原位 这是至少是到 法身大事了 破一份无名 这一份法身的原教出主位 再来呢 以原功德之庄严 用 因为这一路这样修修修修到法身大事 他本身的功德就很大了 他除了自己庄严以外 也利益众生 以原利用而建立众生 来我们来看 这原利用就是指 原教菩萨的 展现的 利益众生的力量 利益众生的力量 好 我们来看 六十七页最后一行 云和闻原法 闻生死即法身 烦恼即波勒 结业即解脱 虽有三名而无三体 虽是一体而立三名 四三即一相 其实无有意 法身究竟 波勒解脱意究竟 波勒清净 予予清净 解脱自在 予亦自在 闻一切法 亦如是 皆具佛法 无所减少 世民闻原法 好 我们来注意看这里 这里是讲闻原法 就是一开始 你要先听闻 这个原教的教法 其实这个原教就是指 就是佛陀他在 这个一代的教法里面 就是直直的一条道路 直通成佛的 那么他从一开始的体会 就是最后的 跟最后的体会 初跟后 所朝向的那个空性 的体会都是不变的 就是他的概念都不变的 所以 这个原教 这样子的根气的修行人 他从头到尾 都是以成佛为目标 就近成佛为目标 那么他一开始就已经 理解到就近成佛 他所体会的 这个异心三观的道理 即空 即假 即中的道理 他对空性的 就近的道理 他都已经了难于心胸 只是一开始 他没有办法正到那么高 还在慢慢修 虽然慢慢修 可是方向都是朝向 他不会偏离 这个原教的教法 什么叫不会偏离 因为有些人 他会偏向解脱 他就不想利益众生 我只想解脱了 所以他都会偏向空 有的人他会偏向有 他在事项上修 可是对空性 他理解度都还是会比较薄弱 就经常会陷在事项上的有相功德 那么对于无相的空性体位上 他就比较没有那么认真 所以这叫做不是偏空 就是偏有 大家了解的意思吗 可是原教他就不是 原教修行他就抓稳 不是偏空也不会偏有 他在这个事项上认真修 可是在空性上他也是认真体会 所以他不会被有边 事项上这一边弄得很老乱 他也不会被空 就是正极境裂盘的这一边 而弄得太过 他觉得好像 就什么事项他都不做了 也不去 就一个人在参痛里面 他也不想出来利益众生 他也不会这样 那么原教的人他也会闭关 他也会跑去闭关 或是跑去像智儿大师 他后来跑到五台山 那么在五台山 他也修行了很久 好几年 那么原教的菩萨 在山里面是在干嘛 心系众生 心里面是 这个系列的广大的众生 他觉得他现在修行 为了以后利益众生 做准备 所以他就不会 被这个极境的生活 所被他给套住了 不会被这个极境的生活 觉得说我在山上 我这样就好了 像很多罗汉 罗汉他觉得我这样 涅槃就好了 一切无所求 什么事情也不干他身上 因为他已经脱生死轮回了 罗汉是很快乐自在的 因为他在极境涅槃当中 他在那个叫什么土 靠靠大家 罗汉住在哪个土 方便有余土 他在方便有余土 在那里涅槃极境 很快乐 谁来度他 只有两种能够度罗汉 就是菩萨跟佛 那一定要比罗汉修得高 他才会回来度他 看罗汉要度不容易 你别看罗汉 罗汉要来度他不容易 那你又得很多方便散巧 懂得开导 你才能把罗汉 在那里 已经是 这个 通生都放下了 那你要他发大菩提心 跑来利益所有众生 你要懂得很多 很多深厚的那种 他们那个境界里面 要怎么样把罗汉拉出来 那是要很高的功夫 高的功夫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 了解说 所以原教的菩萨 他就不会经历到 他绝对不会跑去 方便有人处在 躲到要给人家来拉出来 不会 他不会 不会跑到这种情况 他一定拉中 就是把自己的修行 一定是处在中道 不偏空也不偏有 都处在中道 一直往前行 这个是原则上是这样 这个叫做原 原人 这原教的修行就叫原人 圆 这个圆 圆叫的圆 圆人 圆人修圆法 信 相信这个圆法 闻这个圆法 那么现在这里 闻 云和闻圆法 我们刚刚讲这一段 闻生死即法 生 烦恼即波勒 结业即解脱 这就是佛的三德 法身德 波勒德 解脱德 那么这个三德 是一体的 虽有三明 而无三体 它这个事实上是一体的 法身本身 它是 法身本身 是极尽无为的 波勒是 那个 往外 就是 这个波勒的智慧 骗照 十方法界 有缘的众生 他也会去度化他 那么这个 解脱 就是他的 本身 是解脱自在的 它这是德 三种德 所以佛 有三德 一个法身德 一个波勒德 还有解脱德 那么 闻到生死即法身 很多人就觉得说 像阿罗汉 你要讲他生死即法身 阿罗汉不会相信 他会害怕 他说 是 是这样子吗 你要他 这个烦恼即波勒 他也很难体会的 所以罗汉的教法 他就得要 他就是 一个次第 一个次第上来 我呢 先断烦恼 烦恼先断 以后再慢慢跟你讲 烦恼即波勒 烦恼跟波勒 是不可分别的 那么生死 生跟死 这个分断生死 我们在轮回生死里面 我们被烦恼拖来拖去 那么多的烦恼 然后贪嗔痴 弄得我们 这个恩恩怨怨 三恶道里面 这个六道轮回轮转 这个呢 都是一个 事实上 它是一个假象 它本身是虚幻的 就好像梦里面 你梦到坏人 你在那里 被坏人追 事实上 醒来以后 原来这是恶梦 那这个事实上 这本来就是一场 生死轮回的大梦 那我们体会 原来这是一场虚幻的 所以闻生死 即法身 原来这个呢 它就是一场虚幻的 它跟我们的法身 是不恶 不依不恶的 没有差别的 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叫生死即法身 烦恼即波勒 结业 结业就是指我们 烦恼大家都知道 这个烦恼 那结业呢 就是我们造的业 我们这无始劫来 这个广造这么多的业 那我们造这个业呢 本身呢 跟解脱呢 是无恶无别的 所以这个 你真正 根气 如果不是很高的人 他对佛法体会 不是很透彻的人 他闻这个会 很难想象 你跟他说 这个烦恼即菩提 他很难想象 我烦恼就是苦在那的 他打是菩提的 我就是 就已经是苦哈哈了 你要跟我讲 烦恼即菩提 他很难 很难想象的 你还是得要用很多对峙法 是细坛 所以佛陀讲 是细坛 对不对 为人细坛 世界细坛 对峙细坛 敌意细坛 那佛陀以这四个细坛的这种 这种概念 在弘法 那这个对于我们很多 这个烦恼的众生 他一定是需要用对峙法 如果我们还不是很深厚的元人 对于元教的体会没那么深厚 我们还不是那么很高的根气的时候 我们的确也是需要很多的对峙 来对峙 对峙自己的各种习气 各种问题 你这样才能够看破方向 不然还没看破方向 一下子就把这个我们的烦恼就是菩提 那你对于这个托生死轮回的心没有很强 那一下子就是烦恼即菩提 这样的概念去的话 那就很容易又落入轮回生死的懒卓里面 又在那懒卓跑不出来 那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 大菩萨的这种 这种 站在很高的高度 我们虽然是凡夫 那元人也是从凡夫开始 那个元人是包括了凡夫也有 那么怎么样子 从凡夫身用元法再慢慢修起来 其实关键只有一样而已 就是站在很高的高 就是这个高度 修行的高度 站在成佛的那个高度 极空极甲极中的高度 来看我现在的习气 我觉得我现在要什么来对峙 可是我这个对峙跟罗汉 跟那个藏教对峙不一样 我是站在很高的高度 来看我现在应该怎么来调整 我现在的修行 高度不一样 你的心态就不同 对峙那种心态就不同 就像我要去高雄 那这个我是站在我要去高雄的立场 所以我从台北出发 那这个藏教的人呢 他是指到桃园 所以他是站在去桃园的立场 从台北出发 所以两个人的心态是不同的 同样你所用的很多方法可能都类似 可是因为这个心态不同 所以你眼前用的这个法门呢 可能也都有对峙在 也有对峙 比如说五庭新观 原来也会用五庭新观 可是他的高度够 所以他用五庭新观的时候 他就是站在这个 站在这个极空极甲极中 就是涅槃极生死 生死极涅槃 站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在用对峙法 然后他知道眼前的所有 生死轮回都是虚幻的 都是虚幻的 以这样子的心情来看待 那也很可能他也会生起 托生死轮回的心 但是他托生死轮回的心呢 他也不是像藏教的这样子的 不是像二圣小圣这样 我就是托生死就好了 托生死轮回就好了 解脱就好了 他的解脱呢 他有涵盖的很高的志向 我是要去广为利益所有的众生的 我未来是要成就 我不是要做一棵小草 我做一棵大树 像《法华经》里面不是讲 那个小草大树的比喻吗 小草大草 小树大树 那我是要做大树的 所以我现在虽然还是一棵小草 我慢慢修成大树 所以你的目标是大树 你站在很高的高度来看我现在眼前 所以你的拿捏尺寸 那个心态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这个呢是 我们先来讲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我们先看文元法 它的高度呢是说 这个生死即法生 烦恼就是伯乐 结业及解脱 他以这样子来 这个高度来看 说呢 这个三德本身啊 法生德 伯乐德 这个解脱德 这是一体的 虽然是一体 但是第三个名 第三个名 四三集一项 六十八月第一行 四三集一项啊 其实是没有差别 因为它是一体的 那为什么要立三个项 让大家知道它有内涵的 这个佛陀的 这个 那个 成佛的 这个佛性本身呢 它是有这么多内涵在的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解说 然后再会归说 它们其实是一体的 从多个角度 把它形容出来 好 这个段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讲法生究竟啊 波勒解脱意究竟啊 我们从法生来看究竟 那事实上 波勒跟解脱也一样 跟法生一样是究竟的 波勒本身是亲近的 那你站在波勒角度来看 事实上因为法生跟解脱是一体的 这法生德跟解脱德 这指德行 这个佛陀呢 它有这个三个德 那么这三个德呢 事实上是一体的展现 所以你从波勒亲近来看 其他其实上也是亲近的 那么解脱德呢 解脱是自在的 那当然其他也是自在 法生当然更自在 那那个波勒更自在 波勒的智慧 那更是自在 那么你闻一切法 亦如是 底下是关键 皆具佛法 无所减少 是明闻原法 就是说你站在 这个 这个成佛的 究竟成佛的 这个极空极甲极中的 这个概念 在看的话 你会觉得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 事情 皆具佛法 无所减少 因为每一样东西呢 都是 我可以来拿来 利益众生的 每一样东西也可以拿来 这个 这个做修行用的 这个战兰大师 他有为这个极空极甲极中 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 这个 他的看法 好 这个是他往生前 准备往生 讲完这一段以后 没几分钟他就往生了 大家注念了 他们的注念跟我们不一样 这注念是我在讲的 他们那个时代的注念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都是在跟他帮他练佛 因为他们这种大师级的 他们都已经生死很自在了 所以他们这个 往往在往生前 还把大家叫来开示一番 先 这开示不是交代后遗言 不是 是讲佛法 把他一生当中的佛法做总结 再讲一遍然后他就往生 你看这多自在 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往生前会讲佛法 那实在很难 大概都在讲那个 这个 这个什么 在银行怎么钱 那个如果要如果 都在讲这些而已 小孩子跑到前面来 也在听这些 这些都带不走的 到时候又吵了一团 你看修行人到最后 你看这个湛蓝大师 最后往生前他讲什么呢 他把大家招来 把他一生的佛法再讲一遍 最后一个简洁 一个总结 一念无相位之空 无法不背位之假 不依不义位之中 这是他把他一生 他对天台的教法总结 讲出来 一念无相位之空 空甲中 他讲八把空甲中 再做一次解释 一念无相位之空 无法不背 就是没有一个法 没有完备的 就是位之假 无法不背 无法不背 没有一个法 是不会完备的 意思说 虚幻中的生死轮回 是无法不背的 那不依不义位之中 这是蓝蓝大师 他在最后的一个总结 曾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六十八页中间 我们刚刚讲是文元法 我们来看中间 云和元性 就是文元法 然后再来 你要相信元法 就是元性 信一切法 即空即假即中 你听闻元法之后 那就对于 这个即空即假即中 就要非常地相信 一切法 都是即空即假即中 无一二三 而一二三 无一二三是遮一二三 而一二三是照一二三 无这无照 皆究竟清静自在 闻生不步 闻广不移 闻非生非广 亦而有勇 是名元性 这一段 跟我们前面 其实讲的都差不多 但是他多提到了信心 信心 元性是说 我们要知道 所有一切法 都是即空即假即中 那空是说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这个一切都是无相的 一面 我们刚刚讲一面无相 为之空 这个所有的法都像梦中一样 都像眼翼 空中花 眼睛上面有东西 看到空中是有花朵 那就像这个眼翼 也是空的 虚幻的 知道这一切法 它是空 可是空中 所有的法都完备 无法不备 就即假 空里面是什么都存在的 无法不备 为之假 再来 我们在修行上 我们对眼前的空性 眼前的所有的假上 追寻都很清楚 它都是空的 所以天台中里面有讲 即空是内外追寻 一种无 种是总统的种 整个总体来看是没有的 内外追寻都是空的 即假 静上思为魂大有 即假 假就是我们在 静上 眼前看的这个静 眼前看这个静 我们利用眼前的静 思为 这个思是不思的思 为是为什么的为 在境界上 我们各种思为 就是各种的 随手拈来的任何一样东西 我们心态是为了利益众生 任何一样东西 都可能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眼前所有的思维是魂大有 魂是 魂浊的魂 三点水在一个军 军人的军 魂大有 很大小的大 有没有的有 静上思为魂大有 这是即假 那意思是说 我们在眼前所看到这一切 我们都不会去排斥它 那可是呢 如果按照 按照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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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的修行的话 他只想解脱的话 他就会 真的会排斥 我就看 他 他对于眼前这个东西是隔两边的 分清楚的 很清楚的 我就是 我这个就要断掉 这个要断掉 这个要断掉 原教人也是断掉 不要看 原教人也会说 我不要去舞厅 我不要去喝酒 他就很清楚 而且 持戒非常清净 可是呢 藏教的人 小生人持戒 跟原教人持戒 是不同的 心态不一样 那么这个持戒 比如说在境界上 思维魂大有 这时候呢 他虽持了很好的戒律 可是眼前很多东西的思维 如果说他会按照自己 看修到哪个深度 他能够利益众生到什么程度 他就会把他周遭可以用的东西 都拿来利益众生 他能想到的 他的人力做得到的 他都可以拿来利益众生 如果他能力已经变成大树了 可以批运很多人 那这个是属于神通万变的 法身大事了 那他就已经成为一棵大树了 那么这个魂大有 他就运用更多了 那种方式都可以拿来利益众生 都可以 这个是讲几讲 那么如果这原教的集中 在天台里面 他也提到说 政治体本空 就是我们自己体会 本来是空的 但是却运用无尽 我们知道眼前是空的 可是呢 我们的应用却是无穷尽的 虽大用现前 这个广大的那个 定格达菩提心很 发得很稳 很宽广 很深远 然后呢 他本身能力如果也够的话 假设也是法身大事了 假设他已经修到像观音菩萨这样 发生大事了 他大用现前 而性常自空 本性 他知道 这一切 本性是常自空 他保持着体会 他本来是空的 自己本来是空的 这个本性 任何境界上 跟我 人所 都是空的 这个呢 是指 极空 极甲 极中 原教菩萨的 这个心胸体会 所以呢 他无一二三 而一二三 这一二三 大家不要想说 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比喻 他是一个比喻 你有这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 无这个东西 而又有这个东西 他是指这个 这个比喻 无一二三 而一二三 无一二三 是遮一二三 而一二三 是照一二三 他这里的重点 是在照跟遮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照跟遮 要花重点 是无遮无照 皆究竟清静之在 就是 眼前的当下 任何一样东西 空是建立在有上 有的当下 它是个空 有的当下 它是个空 你站在空的角度 是遮一二三 站在空的角度 是遮一二三 站在有的角度 如果是妙友 假设他是 这个是 如果他体会的 这个眼前的东西 如果他是开悟的人 眼前的东西 他是认为 他就看得出来 他当下虽是空 可是这个呢 是可以拿来利益众生的 而一二三 就是照一二三 所以这个照字 是一种启用 一种 就是让他用途 可以用出来 是一位 在境界上 各种思维 都拿来利益众生的 就是照字 这个就是照字 无遮无照 皆究竟清静之在 这个无遮无照 是在特别在强调 急照不恶 空急的急 急照不恶 急是法身 这个就是法身 急照不恶 急是法身 就是在强调说 这个空 急空急假急中 是中 无遮无照 因为遮字呢 是讲空 是讲空边 照字是讲有边 无遮无照 就讲中间 那这是在形容 急空急假急中 温身不布 温广不移 温非生非广 一而有勇 是米原性 这里呢 是在说 温身 身是波勒 波勒 智慧很深 这么高的 原教的智慧 有一些根气 如果他还没办法体会这些的时候 你跟他讲这个空性的波勒 他会恐怖 真的会恐怖 真的会恐怖 所以温身不布 温这个波勒的 那么高的空性的波勒的深度 他不会害怕 这原教的人 他闻到这个深的波勒 他会害怕 闻到广不会移 这广是只解脱这个部分 闻到这个深广的解脱道 那这个广的解脱道 他也不会怀疑 他反到什么样 这个 然后中间这一道 中间就是极空极甲极中 闻非生非广 一而有勇 是米原性 所以他闻空边 波勒不会害怕 闻有边的解脱 那种宽广 他不会怀疑 闻到极空极甲极中 极中的非生非广 他也不会 他一而有勇 他反倒还更有 这种发大心 立大愿 要往前精进勇猛修行 反倒还是 这个更认真的往前走 而且深信不疑 这很重要 不疑 世民原性 这个根气就很大了 我们可能都还不是达到 这么高根气的人 可是你们能够听闻这个 你们未来就是准元人 准 人家叫准部长 准什么 我叫准元人 准校长 你们大家都是准元人 包括我也可以算准元人 那个元人他是根气要很高的 大修行人 他就有这样这个大愿力 大智慧 很深的体会 然后各方面他都能够 不会受到一点小挫折 他也不会被打倒 我那个土地 这个 新乡师父 他恢复很快 你们有看到 我今天传了一个 我都吓一跳 我自己也吓一跳 因为我今天没有 因为我今天要准备功课 准备讲课 所以我今天没办法过去看他 那是他们传过来的 哇 很欢喜 赶快传给你们看 他也是准元人 他准元人 因为他一直护持元法 他护持天台 他也真的很护持天台 所以我们新乡师父 很不简单 很难得 他很有毅力恒心 你们跟他做过事的 这里好几个人都跟他做过事 你就知道他的毅力恒心 真的没有办法形容的 他只要拼命三郎 他就是太累了 他做什么事 拼了命 就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不会停了 所以旁边人手脚不快一点 跟不上他 他整理东西 弄东西 都很有那种紧大班 什么事情就很 很有一个规模 就马上给他做好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很认真 所以他这样子认真地 扶持这个佛法 他还是有他的功德力 真的恢复很快 今天第一天 第一次那个 我听他们讲说 那个 扶他的那个是 附建师 附建师 医师 他今天才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他很讶异 因为他觉得说 他应该不会恢复那么快 所以他慢慢才来 现在来了 看说 怎么这样子了 然后就教我们 教大家 怎么样子来扶他走路 一下子就走那么多路了 所以这个是 很感恩做菩萨的加持 所以你们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劫难 所以平常的时候 赶快要把福德修起来 那劫难的时候 都可以用得到 真的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起伏 这是很正常 都有一个起伏 那在高处的时候 千万不要 以着势力 去造恶业 那就危险了 你当你有势力 不管在家里 或是在哪里 公司里 或是在什么环境里 你是算有一点地位 那你这个地位 要拿来利益别人 不要拿来欺负别人 很多人 很多人有势力以后 他就会去欺压别人 那这时候就很辛苦 那夜造起来 到未来就麻烦 所以你趁高位的时候 赶快 利用你的那个地位 去做利益众生的事 所以这个圆人 事实上他本身 他在那个世间法上 他也要懂得 保持牺牲自己 去利益众生 他常常要保持这样 牺牲自己 其实某个程度 就是在往无我这方向去 无我 因为我不重要 我的钱不重要 我的房子不重要 我的地位不重要 我的什么不重要 那我的身体也不重要 身体不重要 他就拼命做事 累到累他还在累 钱不重要 他就会不失出去 比较会不失 那当他觉得自己 所拥有很多东西不重要 赶快把他拥有的东西 拿来 来利益众生 这个圆人 他在世间法上 他也要先修这个 可是他修这个 跟一般的善人不太一样 因为他是站在什么 成佛的高度 来看我眼前修这个 我是为了要累积 未来广为 利益众生的资粮 他有个大愿力 有个大方向 很明确的 未来的方向 我就是为了 要利益所有众生 在眼前 所有的付出 我都是为了 未来 有足够的人力 来利益更广大的众生 所以这就是要 发大愿行大恨 就在此这里 要站在一个高度 我们现在讲 某指端 就是大家体会 什么叫高度 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这个 就体会什么叫高度 等到我们有 这个高度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好办事 为什么 因为高度够的时候 我们在看眼前 我们就知道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怎么样做 后面也有很多方式 也会告诉你 原人他修行的过程 有很多 底下会提到很多 好 小字里面 小字里面 有一串小故事 稍微看一下 这个小字第一段 68月 68月这个小字 原信者这一段 底下讲法句 这个应该是法句经 他讲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他说社会 这个社会国 那时候在社会国 江东 这个江河的东边 这个水很深 这个很深广 那边有五百余家 有五百多户人家 刚强 很难 刚强七狂 很难度化 可是佛呢 以他的 这个深广的神通 他观察到 这些人可以度化 他觉得这些人度得动 那他就走到树下 像这个 像这种 能够看根基的 像佛或是菩萨 这叫做大树 批音众生 你任何人在身边 像我们人家在旁边 走过去 或是那里不认识的人 我们怎么知道 他们那些是可以度的 我们只能碰碰看 然后碰了 满身扒回来 就发现 这些人还是没办法度 可是这个佛不一样 或是大菩萨不一样 法身大师不一样 他就可以观根基 然后觉得说 这些人还是可度 他就会过去 把这些人度起来 让他能够托生死轮回 像这个叫做大树 批音众生 这个树就很宽广 那么这个佛呢 他就看到 说这些人是可以度 佛之可度就到树下 就往到那个地方 那些五百户人家的树下 就往那里做 然后有来礼的人 来礼拜的人 有问讯的人 那这时候佛呢 他以他的神通 画一个画人 画为一人 用他的神通 画一个虚幻的人 人家看起来是真人 从水上飘来 从水上走过来 因为那个河很大 很深很广 他就画了一个画人 从另外一边 河的对岸走过来 走过来呢 水呢 才到这个脚踝这里 那众人就很奇怪 说你不会淹死 众人很奇怪 说你怎么可以 在水上走过来呢 大家问啊 众人怪问啊 说有人这样子走吗 那有人有这样子走 你是用什么倒数啊 就这个画人呢 画现出来的人就回答 回答那些人 我是将来于职人呃 就是我是一个笨笨的啦 可是我是一个职人啊 我只懂得相信 相信什么呢 闻佛在此 我只相信佛在这里 我就相信这个而已 相信佛在这里 乐欲见智 我很想来 那我对佛很有信心 我要来 那他就问别人啊 这个画人就问别人说 他画人回答了 他说他问别人说 这里是不是水很浅啊 别人说很浅啊 你很浅就可以去了 别人跟这个画人讲 说这很浅啊 就可以去 这画人讲的啦 那这时候呢 这画人 他就是画人跟那些刚强的人 那些五百户人家 讲这样的事情 说我只是因为 别人跟我说 这水很浅 直到脚踝而已 所以我就这样走过来呢 所以言 信言而过 无别素言 我只是相信 人家告诉我的 我也相信 佛在这里 我很想见到佛 我对佛很有信心 就因为这样的相信 无别素言 我没有什么别的配搏啦 我没有什么倒数啦 就这样 他就过来了 所以这时候 佛在大树下呢 他就讲了 佛就说呢 直信便渡 生死之渊 你能够相信 就可以渡 生死轮回 这个大海 那渡这树里 何有什么怪呢 何处为奇 这村人闻到 听到 大家都相信佛了 这个是不是方便善巧 所以大菩萨 用无量的方便 度化无量的众生 所以为什么讲说 经理人员常常讲说 说佛的功德 什么一辈子也说不完 几天多少 多少讲不完 意思就是这样 佛的功德非常大 他用他各种 你们想象不同的方式 去广为利益所有众生 只要他机缘到了 他机缘到了 就可以 所以关键还是机缘 那机缘怎么来呢 大家现在在听文法 就是在累积那机缘 在累积那机缘 所以这机缘很重要 而且还得听对法 要听对法 所以机缘很重要 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 很有意思 所以虽然小字太多 我还是选一两个 不错的跟大家讲 翻过来 第七十页 中间 圆形 云和圆形 一向专求无上菩提 即便而重 不予去向 三地圆修 不为无便所及 有便所动 不动不及 绝对不是 我成佛是我的目标 我绝对不是 只要罗汉而已 我真是要求无上菩提 这个是很重要 一向 就是没有别的了 没有别的想法了 所以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为了专求无上菩提 即便而绝对 即便而绝不予去向 就是说 所谓即便而终 这边就是两边 空边跟有边 即空即甲即中 就是空边跟甲 空跟甲 这两边 那么三地圆修 不为 这个三地就是指 这个真地 孰地 跟中道 第一地 这个就跟我们 这个三地是所观 我们一心三观 即中即甲 即空即甲即中 这个一心三观是人观 那么我们所观的三地 这个三地是真地 孰地 中道第一地 那么这三地圆修 不为无边所及 所以我不会 这个及 因为空边就容易 即进涅槃 罗汉他修到空边 他就在那里 就即进涅槃 不想跑 不想出来了 他觉得在那里 即灭为乐 很快乐 那这里 他就原型的大菩萨 有这样子的发大心的人 他就不会被 即进无为的那个境界 所绑住 诱惑住 所以不会被无边所及 他意思是这样 不会被有边所动 那有些人 他一直广为在利益众生 可是他对空性的体会 还是有点比较薄弱 他就一直在做有向上的 向上的一直在动 可是属于无向上的 在一念无向 位置空 在无向上的这一边 他就不会去 这个无边 他就没有去体会 所以就会被有边所动 就在有边在那里照动 他不会 这个发原型的人 他不会被有边所动 他就算在认身的 广为利益众生 在向上 他可能做很多善事 或是做很多的 各种佛法的 利益众生的方法 可能打佛气 或是甚至各种法会 那这些呢 也是利益众生的 这些是向上的 那我也不会被向上 所扰动到 躁动不安 他还是很认真做 还是一样认真做 可是呢 他不会被向上 所弄到躁动不安 不会 所以不会偏空 也不会偏有 不动不挤 直入中道 保持着 不会在空边 也不会在右边 就直直的 很稳稳的 都直入到中道 世民原形 这个呢 这种事算很高标准 我们现在讲的高标准 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说 我做不到怎么办 做不到很正常 如果你做得到 那你真的是 真的大再来人 那我们呢 都是 慢慢地了解这些道理 放在心里 也往这个道理往前 也在这个道理上去 认真去思维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云和路原位 路 这个 路初注时 一注 一切注 一切就静 一切清静 一切自在 世民原位 对 我刚刚讲的 这一个 原形这个 我再讲一下 原形这里呢 寄信原理 路首 我们将 我们既然相信这个 原教的道理 我们 一开始发心 就求无上菩提 那 以这个三地 真地 俗地 跟这个中道第一地 我们就起这个 一心三观之行 而不求 不会求偏小 不会求偏小 我不会去求 我只要 只要做罗汉 或是原觉 我专门呢 就走向中道 所以不会为空边 右边 两边 所牵动 就直接入 原中 就是原教 这个极空极甲 极中 这个中啊 就是原中 故约原形 这是我在 这一段呢 是 那个宝经大师讲的 所以我要练给大家听一下 因为他这段讲得不错 我在练一次 让大家能够 这个 他们 宝经大师 他是显明老上的师父 他的传法师父 那 那个 宝经大师的讲法 从那个宏毅大师 的那个 那个 有一段话 形容宝经大师 你就可以看出 宝经大师的威德 有一次 宏毅大师去听 宝经大师讲法 他听了 宏毅大师本身 就已经是很有修为的 他从听到完以后 他满脸眼泪 他说世间难得 再看到这样一个大师了 你从宏毅大师的口中 讲出这个话来 这大师都不容易了 所以 这个宝经大师的 这个 摩尔子官 数据 也是很值得看 可是他没讲完 他就不在了 后来是由 显明老上 给他补完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下面 我们刚刚念的这个 入原位 入原位 就是你一直修 认真的修 以原教的道理在修持 原教的态度在修持 原教的高度在修行的话 那么 入原位就比较快了 入原位 入原教初住位 那么这里是讲初住 一住 一切住 一切就近 一切清静 一切自在 圣明原位 这里讲的 一住 一切住 一切就近 我做一个形容词 你从初住位 开始再往上 你还有很多路要走 初住位是刚开始第一步 入原位第一步 有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妙觉 总共五十二 对不对 十住 十行 四十二 如果加十姓是前面的 所以我们再讲四十二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 等觉妙觉 四十二 那这个 你从这个初住位开始算 往前你还有四十二个机会走 那每往前面就破一分 无名 正一分 法身 那为什么这一段很重要 因为这一段就具有佛的知见了 法身大事就开始破无名了 我们很深厚的无名 这个四十二品无名 就是一品一品破 往前走 这四十二个机会 每破一品无名就往前走 就是一个变异生死 我们现在的生死 我们现在这个六道轮回叫分段生死 去投胎 然后水月流转 跑去哪里水月流转 这叫分段生死 一段一段 那菩萨呢 他有他的生死 菩萨叫做变异生死 他往前修 往前修 再修一段一个阶位 那就是一个变异 那这个呢 这个出著的菩萨呢 他先看到佛陀的 先见到法身的功德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好像就等于是先见到 这个佛陀破一分无名 这一分法身 所以他看到法身的功德 就好像法身功德 假设说佛陀究竟圆满的佛 是一个月亮那么圆 那么圆 那么出著位的状况是什么呢 就好像是这个乌云 遮月 遮亮月亮 突然间线开来 你就看到月亮 原来月亮长这样 他平常是被盖住的 看不到的 原来月亮长这样 就算又再遮回去 他已经知道月亮长什么样 就具备有佛的之间 大家知道吗 所以他形容月亮 不会形容错误 因为他看过 所以他体会过 然后他也分正 出著位他至少分正一分 破一分无名 正一分法身 他也分正一部分的 深度 佛陀的一部分法身的 他已经破一品无名了 所以他也正到一点 所以他正到一点 又看到整个月亮 所以他很清楚地 可以讲佛的之间 所以佛的之间 他不会讲错 不会体会错 前面的人都在形容佛的之间 就像我们现在都在看 佛的之间长怎么样 都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文字 都在告诉我们 法身的功德 那个状况是什么样 可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只能用我们有限的知识 去想象 但事实上 法身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无法用我们的意识去思考的 没有办法用意识去思考 还是得靠文字来描述 所以这文字 是暂时让我们 往这个朝那个方向去 不会走错 朝这个方向去 所以极空 极甲 极中 这个就是往这个方向去 那这个正法身 别教也有 别教也有正法身 可是别教正法身 他对于 他也只能正到十二品 我记得是到 对 只能正到十 他只能破到十二品无名 总共有四十 四十一品 四十二品无名 你这个无名 别教菩萨的修行方式 他最高只能破到 十二品无名而已 那这十二品无名 他破到那里 就是他的极限了 他往前突破要干嘛 他就得要体会 极空 极甲 极中 他才有办法往前再走 所以他的弹中 偏空 偏甲跟弹中 他这样子的修行 他只能 最高只能达到那里 我们这顺道一题 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段很大 很长 所以前面为什么说 一注一切注 意思是说 你虽破一分无名 这一份法身 虽然你还有后面还没有修到 你只是破一分无名 可是你已经一注一切注 你已经知道 佛的知见是什么了 不会有问题了 你已经很文明 而且还可以视线佛 那个出地菩萨 或是原教出诸魏菩萨 别叫出地菩萨 他就可以分身百界 一百个地方去八项成道 去利益终身 他就有这样的能力 一百个地方 他有能力分身一百个地方 这是出诸魏 他就具备这个能力 当然佛是千百亿化身 他能力更宽广 我们看 云和原自在庄严 这一段可能要讲蛮多 今天时间还有十五分钟 我们还是讲 云和原自在庄严 这是正经要是在讲 你修到原位了 原自在庄严到最后 原利用来利益众生 他在指这里 笔经六十华原第七 广说自在相 或于此根路正寿 或于彼根起出说 或于一根双路出 或于一根不路出 于一根意如是 或于此尘路正寿 或于彼根起出说 或于一尘双路出 或于一尘不路出 于一尘意如是 或于此方路正寿 或于彼方起出说 或于一方双路出 或于一方不路出 或于一物路正寿 或于一物起出说 或于一物双路出 或于一物不路出 若萎缩者 只于一根一尘 即路即出 即双路出 即不路出 于正报中一自在 于一报中意如是 世民原自在庄严 这一段都是 华严经理的境界 我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了 于一尘中转 转法轮 转大法轮 在《华严经》里面讲 这句话怎么讲 什么法王座 于一豪端里是法王座 转大法轮 然后呢 一为成中 现保王叉 这一段很好查 这段非常好查 意思是说 你在一为成当中 你就可以在里面 转大法轮 利益所有的众生 这个境界 很难想象 这叫做 打破时空 打破时空 效满塞 念佛可以达到这样 你们不是常常念到这一段吗 这一段是那个 三十心念 打破时空 效满塞 真的是会效满塞 为什么 时空被打破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空间 是我们业力所感 我们是被我们的执着束缚住 所以我们感到有个共业 就在这个空间 我们碰到 我们碰到麦克风 碰到这个东西 要喝水 要去哪里 有好吃的 大家都一样都是判断 那个很好吃 这叫做共业 大家同样判断 这个东西 是什么 这叫做共业 那狗跟我们不一样 狗呢 它的共业 它会觉得分辨很好吃 所以它的共业就变成那个 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因为业的关系 业力 我们的业障的关系 所以我们作为周遭 大家有个共业 有别业 可是有一个 这个空间 这个时空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时空 这时空要打破 那就真的要有很大的修行 如果你修到破法身 破一分无名 正一分法身 那时候这打破时空 笑满筛 你真的哈哈大笑 那个多自在 那个是太自在 十方法界到处跑 到处走 那才是真的大丈夫 我们现在哪里都不能去 去哪里还要坐捷运 好累 开车 先来开车 因为我每天去医院 那停车费 就好贵了 就吓死人了 一出来一刷个停车费 就要两百块 三百块 什么都不自在 你这里也不自在 那里也不自在 然后又遇到抗议的时候 你没得停车 真的没得停车 因为这里很多抗议 所以我第一天 第二天我 第二天跑到医院去的时候 光停车停了快五十分钟 绕来绕 最后还是绕到 我们基金会前面 然后再走到医院去 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 多辛苦啊 当然每个人都是遇到这种感觉 那我们为什么要被这个绑住呢 我们何不站在很高的高点 好好的一句佛号 老实念佛 脱身死轮回 那多自在 然后再回来利益所有众生 你那时候成为大树 你时空也不会被时空绑住 你也不会被任何东西绑住 你也不会 这里不自在 那里不自在 这个业是什么状况 恩恩怨怨我们都一直在那里缴获 你变成一个大菩萨的时候就不会 你已经是那种 那种看破自在放下 而且又可以承担 承担起各种利益众生的 所有大实验 那多好啊 对不对 多好啊 所以我们要站在高度上的时候 眼前这些东西实在不重要的 真的不重要的 你会 你会觉得说 这时候小朋友在跟你吵架 在跟你吵的时候 你会心里看着小朋友 要怎么引导他 你就会比较高的高度 你不会被眼前有些 争执在那里 或是跟 先生太太吵架 或是说在跟老婆 或是说在处理 处理你周遭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都个很好的宽阔度 在看 所以你眼前有些执着就可以放下 这不重要 你不会再跟他争 争那个做什么呢 没意义 真的没有意义 还不如一句佛号老实念佛 我这个还没讲完 我还要继续 这个还要继续讲 因为现在时间 没到 我下次还会再从这一段 还会再 还有一些东西要讲的 那我现在是提说 你看我们 到最后原字在庄原 原利益众生 那个利用 原的利用来利益众生 原建立众生 怎么样子去广为 让所有的众生得到利益 我们自己自在 也让别人自在 我们要常常发这样大愿力 所以我们眼前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回向 也是回向无上菩提 然后也要有一个发大愿 以前我在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有个学长 那时候佛学社学长 那这学长 他在带我们学弟 结果他有一天跟我讲 我要发愿 我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家 我吓一跳 我那时候真的吓一跳 说学长 是不是应该要去 几个世界比较好 或者说至少发愿解脱 不要成为政治家 因为我们这个学校 台大这个地方 政治风气实在太甚了 但那个时代又正好在解研 我那个时候 那个解研 大家抗议 拿布条 什么 那个 实在是 整天都是 那个政治风气太 太 都是那个氛围 我呢 都不愿意参与这些东西 我很 每次人家看到我 我手上就拿着念珠 人家看到我就 就转头了 拿着念珠在 要跟我讲话 还得正经八百的 在那个时代 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学生 所以 我是 我常常觉得是说 你眼前有的东西 大家在纷纷老老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填那个 填那个 那个 履历表 要 要 要毕业了 大家要填履历表 要寄履历表 那时候找工作还蛮好找的 还不会太难找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还蛮好找的 那 那我都不舔 我连工作懒得着 别人问我说 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当兵回来 我想出家了 还没出家前的话 我就卖豆花也可以 反正我只有吃就好了 有个吃就好了 随便都无所谓 反正活不懒 你才勤快就好活 你做什么工作都好做 那个 生活实在没什么 那个 多好生活 你只是想要求多一点而已 你要活下去 是多简单的事 大家只是为了求更多而已 求更多又带不走 什么时候中风也不知道 无常 真的是很无常 我讲真的 很无常 所以要通声放下 追那些都带不走的东西 意义不大 你把那些带不走的东西 拿去利益众生 结善缘 未来 这些都是你可以度的众生 你广结善缘 未来都是等未来的因缘 做准备 虽然这些人都不见得 你可能去布施 到哪一些人身上 或是说 跟哪些人结的善缘 你广为结所有善缘 都是为未来做准备 就是原人的态度 原人 原人态度它就是 我现在所做的 所有的事情 我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智慧能力 可是我未来一定会有 他觉得他有大愿力 我未来一定会 这是我现在所结了缘 我未来他就有这个心 这个心 未来都是大家 要来共同 这个作为利益众生的事业 他有心要来利益众生 因为当他成为 法身大事的时候 这些都是他要度的人 你要有这个大愿力 才有意义 今天讲完了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虽然有都是在讲佛法 我那天 那个新疆师父 他中风之后 我三天 我很难过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体会那时候孔子 孔子那时候 失去了言回的时候 三天不知肉味 三天他吃东西 都不知道他吃东西的味道 我真的能体会那种感觉 那种三天 都不止三天 四五天都有 那种心里面 一下子这个大无常 起来 然后 那种 所以要 要 大家一定要多 在平常的时候 功课要多做 功课要多做 用心一点在我们这个佛法 我们感恩佛陀的教法 我们今次还能遇到 无上生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 难遭遇了 我们遇到的佛法 它可以让我们身心 有一个方向 而且它讲的是事实 不是 不是 不是迷信 佛法讲的是事实 它不是迷信 所以呢 得到这个佛法 我们心里面就要赶快 用心来赶快修 这个 四日已过 命意水碱 如烧水鱼 事有何乐 那大众 当情精进 如旧头篮 如旧头篮 当情精进 所以在一起 大家互相共勉 把这个功课 好好给他做 好 我们今天到这边 大众请合掌 我们一起 我们先 好 我们一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事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敬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敬之 鲜佛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雨和家 优独播剧场——雨 秋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